Hello 大家好 我是關心靈 關心你的古往今來 你的人生做出明智正確的選擇 少走冤枉路 嗨 我身邊的朋友都會說一句話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所以我們的影片中所談到的是 學校與課本中所沒教導到的東西 讓你的人生生活智慧增加不受騙 才不會被割韭菜 才不會毀不當初 我們的影片就是讓大家輕鬆搞小學指揮斗數 指揮斗數就是那麼簡單 只要有心學 人人都可以當關心靈 路人家裡比林東人當關心靈 歡迎各位網紅帥哥與美女 想加入關心靈團隊或客串一日導師 歡迎加萊來報名 歡迎 感謝喔 感恩 欣賞一篇顯 歡迎先訂閱關心你的十一住行域的 按小鈴鐺喔 感謝你 謝謝 然後現今的指揮斗數有分為兩大派為主點 宋朝皇帝運用的宗宙派是立屬於藍派 還有四華飛行派也是屬於北派 有些人就會疑問說欸 老師你是屬於哪一派呢 啊對不對 你突然被問到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尷尬了 會回答不出來 那不就求他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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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有時候說著說著我就要低調一點 然後我就故意說忘記我是什麼門派啦 我就跟人家說我是虎蘭派 人家就會問說蛤 虎蘭派 那不就是騙人的嗎 不要這麼說嘛 但是我還是回答得出來你想知道的東西啊 那事實是最重要的 對啊 但是我們還是有分派別的 當然我們自己要知道清楚自己是屬於 和門和派的啊 而不是剛剛我所講的我是虎蘭派的 那是開玩笑的啦 要讓事情太死板嘛 對不對 像一尊佛像在這邊讓人家供奉 這樣子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般都會告訴你我們是屬於和門和派 而不是像一般人只學了一點皮毛而已 然後就在外面在那邊跟你虎蘭說得添花斷水 那你半信半疑 然後結果你就中了他的圈套 說實在我學一點點也可以跟你虎蘭 然後我可以講的你好像覺得說我好準好準好準 然後說你老師你好厲害 然後他就會趁機觀察你的面相 看你的表情然後覺得我好像說中你的心坎裡面了 然後一點點把它帶入你的圈套裡面 讓你將計就記得中計 所以只會抖出四個參考值 然後小心人家觀察你的面相 然後說你想聽的好聽話 然後結婚你就不知不覺了就中計了 所以要小心啊 要有主見信不信在你自己喔 加油 請各位朋友欣賞影片中 請訂閱與分享 關心你的十一住行娛樂 謝謝你感恩 再來中州派的起源在洛陽 師主是白玉長與吳俊蘭先生 他說每代只收一個地址 然後用口而相傳的教學方式 到王廷志先生所公開所學之後 然後才命名為中州派 嚴格來說中州派也分成為兩派 路賓照先生所傳的四傳新天界秘詞 宴 與王廷志先生的紫薇心覺共同享譽聖明 中州派注重於心要父性與心情格局 論迷要求推理的人力 請問老師福爾摩斯有學過紫薇斗數嗎 當然福爾摩斯一定會很會紫薇斗數 以他的推理人力那麼厲害 當然是一級棒的啊 中州派的理論是比較接近傳統 全書和全集等古籍的學派 王廷志先生一派除了對心情有更深入的研究以外 室化的運用也比傳統更多彩多姿 到了我的恩師徐子樹老師更加的融入生活的運用之中 讓大家更容易理解 所以說紫薇斗數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哲學 你還不趕快來學 叫對不起自己吧 我們大家是不是要一起來努力學習呢 讓大家更了解自己 然後朝著我們的目標努力達成夢想 是不是呢 那我們一起來加油吧 欣賞影片中還請按讚訂閱與分享 關心你的十一座型娛樂 感謝您 請問老師打牌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算算看 當然啦我們可以去算算看 要做哪個方位比較會好運呢 開玩笑的啦 我們打麻將的時候都是先摸完東南西北之後 才知道你做哪個方位啊 對不對 請問老師那還是能算今天的運勢比較好是吧 當然我們當然可以先算出今天的運勢啊 看我們今天好不好運啊 然後大概就可以算出我們會贏多少錢啊 哈哈 請問老師要多多學習紫薇斗數 當然啦百利也無一害啊 紫薇斗數這個東西當然要好好地學習 講那麼多門派我還是感覺金庸的小說派比較好玩 哈哈當然是這麼回事啊 你看小說寫的那麼精彩寫的那麼天花亂醉 但是你學不到半個東西啊 然後紫薇斗數我們裡面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然後你的人生觀金錢觀與我們想需要的東西 看太多小說不會有錢 這是當然的啊我們還有現實與小說要分開啊 小說歸小說啊小說是坊間一般都愛看的東西啊 以紫薇斗數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好謝謝老師 好不客氣不客氣下課謝謝各位大家 請問老師蛋價漲價結果蛋黃酥現在一盒連排隊的也都要一千塊元 你有什麼感想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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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盒蛋黃輸一千塊 我上次說阿里山住一碗一千塊 我都快住不起了 太扯了吧 天啊 一盒蛋黃輸一千塊 我的感覺要變乞丐了 實在有多扯 太浮誇了吧 長到這樣子 這樣還要繼續吃嗎 還要繼續買嗎 大家考慮考慮吧 荷包還是比較重要 多省眼錢 加油 所以說老師去幫人家看風水 與諮詢都要漲價 漲價哦 哈哈 再看看吧 反正我也不是賣蛋的啊 哎呦 所以這個漲價有點很不合理啊 不然這樣一次只能吃兩盒蛋黃酥 沒辦法啊 那就結局一點嘛 不要再花錢就好了 但還是要吃 真左臉吃就好 好好好 感謝老師造福人群 不客氣 不客氣 好厲害哦 老師 我夠大吧 你看 跟圈頭一樣大 厲害厲害 那個 盧三小貢獻的茶葉蛋 都跟全頭一樣大哦 對啊 祝你發財 金蛋 祝大家 金蛋罷財 感謝盧三小貢獻了一顆超級大的茶葉蛋 我都快吃不起蛋的 我都快吃不起蛋的 真的超感謝他了 謝謝感謝這三小貢 謝謝感謝這三小貢 在2024年是最重要的一年 它是發運轉酒運的第一年 所以大家投資都要小心 謹慎保守 看吧 大家都被割韭菜了 是產生的不到10% 大家多心痛啊 非常恐怖啊 所以要趕快來跟著我們學習指揮斗數 還有防身之道 人生才不會被割韭菜 才不會那麼慘的哭天喊地喊爹臉 喊爸媽求救 那你來跟著我們學習指揮斗數你的資產 不是就不會損失那麼多了嗎 對不對 趕緊來看我們學啊 是不是 人生就是選擇嘛 你選擇增加了智慧 然後就可以保護你的財產 不會受到損失 大家一起來跟著加油 加油 讚 觀賞影片完之前 麻煩請按讚與分享 並訂閱關心你的十一住群一人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 多多推薦我們的影片 感謝您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